雖然的賴清德呢 在中常會上面已經跟大家宣告 他想要辟謠 但他同時也下了動員令 要大家接著開始全部都配合 來進行國會改革的下鄉宣講 但他也特別要潑這個消毒水啊 說我不是要製造衝突對立 同時也不是一場政治對決 好還是得拉回來講 我們請人專委員幫我們先講講 21號的投票 根據你所知的 或是19 20號的卓榮泰的尋答 會有什麼可能的變數嗎 我個人覺得因為這件事情 在9點鐘韓國瑜召開三檔的協商 幾乎是在差不多10點半左右 10點45分才得到一個共識 那中間當然發生了 這個韓國瑜院長跟莊瑞雄 彼此之間有一些的口角 我想他們彼此之間 對彼此的忍耐已經非常久了 而且莊瑞雄好像就是一副 要來炒茶的樣子 那我也很難得看到 韓國瑜院長這麼樣的生氣還出去 但是不管怎麼樣 彼此展現出真的性情 好吧 然後還是把所謂的協商給簽了 過去來說只要你協商 總召還有蘇記長都簽字 應該就是照這樣的劇本來演 如果真的還要翻桌還要推翻 那這個責任絕對就是誰先挑釁 那就是責任就是在那個人的身上 所以我個人盤算 應該是就是下禮拜三禮拜四 因為已經提到了這個卓榮泰會過來 說我們各黨會派出我們的委員 來針對這個他所提出的這個複議的理由 我覺得他這個理由真的是破口太多了 然後呢我們這邊就可以好好來做他的一個詢問 但基本上應該還算是一種過場吧 因為藍白這個每一張票都不會跑掉 但是可以利用這樣的一個機會 要把這些敘述 還有我們問他回答 這裡面真實的呈現給全國的觀眾來看看 到底誰比較有理 我覺得這個過程是有其必要性的 但是表決應該就是一個過程 民進黨他當然知道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但是呢他們的重點應該是放在未來的視線 就整個理論來看的話 說實在這整個過程完全沒有違憲的問題 但是呢大法官沒有民意基礎 而且都是綠油油的 未來會是什麼樣子 我說實在大家心裡都覺得 應該有個譜了 但是這個民進黨最主要的 應該還是放在明年2月1號的 這個所謂的罷免 因為你看賴清德以黨主席之姿 講那麼好聽的話 不是要製造社會對立 這就是社會對立 而且他這段話其實很操弄 當然是啊你本來就是要不是製造對立 你就是把你自己心裡講的話就弄出來 你真的不要製造對立的話 你就是應該尊重民主制度的一個選擇 多數者按零投票到底是如何就尊重 然後呢四年選一次的立法委員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你可以四年之後再用選票來 把它把它來翻盤嘛 你不是嘛你去動員 你是製造在各地遍地開花 就是瞄準明年要對這些委員 而且已經算好了 真的是只差那麼幾席 你只要拉下藍營幾席 然後那幾席由綠的人把它當選 你又變成國會最大大 你就是不能夠有一時一刻的去忍受 白加藍就是比你民進黨大 讓你的這個令不出立法院 他就是打聽這樣的一個主意嘛 所以應該是在21號會如期的表決 然後呢也會釋憲 釋憲結果如果做出違憲 又給他們增加一個柴火 但是我覺得他們重點還是 不能夠忍受我們國會是大多數 所以會在明年2月1號 要讓遍替烽火 然後呢讓這個 透過這個對立的方式 然後呢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 我覺得這對所有的台灣社會來說 我真的覺得當家還要鬧事 而且用這種方式 真的是對一個執政黨來說 完全是不僅是沒有風度 沒有高度沒有溫度 最主要是你的態度也非常的糟糕 博弈議員請教一下 當這個賴清德在講 我們絕對不是要製造衝突對立 可是你的第一點 民進黨的這個下鄉宣講 明天首戰就選在花蓮嘛 然後呢林又昌再出來特別闢謠說 執政黨沒有較勁的意味 我們就是要民主深化 請教一下博弈議員 是民主深化還是民主綠化 他們要的是什麼 要的只有政黨利益啊 講那麼好聽 之前竹龍泰講的也很好聽啊 說這個曹爺爺 請立法院要多包容一下 民政院結果咧 黨團就開始吃飯啦 跟民黨黨團吃飯 跟各委員吃飯 看接下來怎麼對付國民黨 他們做法都是講一套 做一套啦 但是我要講 這一次的這個所謂政黨協商 關於國會改革法案的問題 我覺得民黨真的是不曉得幹嘛 舉手表覺得說你要鬧 現在好不好跟政黨協商 還要在這邊吵 大家要知道 這是政黨協商 他的結論是什麼 結論只有兩個耶 一個是下週三四 卓榮泰到立法院說明 另外一個就是 二十一號下週五表決 就這樣子耶 請問一下有什麼好吵的 完全不曉得 莊瑞熊要吵什麼耶 結論就這麼簡單 什麼時候讓卓榮泰說明 什麼時候決定要表決這個賦議案 就這麼簡單 居然還可以吵起來 所以我個人認為 這是故意的為了吵架而吵架 這個沒有什麼叫做什麼多數 偏向哪一方的問題 因為大家意見表完之後 就是一定要在二十六號 因為負議案是十五天 二十六號前一定要表決完 那你二十一號不表決 然後要拖到二十五號去嗎 所以這是一個大家都 已經知道的會議結論 以及一個大家接受的東西 居然還可以拍桌子來吵架 那我覺得那民黨 你根本就是故意來吵架的 你根本不是在談的 因為不管是表決還是協商 你都有話要說 而你要操作的只有一點 就是要挑動很多民眾 以及綠營支持者的心 想要鞏固他們的基本盤而已 很簡單 這一次民黨十四號開始下鄉開獎 他第一站去哪裡 他第一站去的是花蓮 他總共還去了哪裡呢 總共還要去新北 台南 台中 高雄 台北 桃園 我就請問一下了 以一個人數相對少的花蓮 民黨為什麼要第一站 就先去花蓮 很簡單嘛 為了消毒啊 之前民黨為了反對而反對 為了抗議在意黨很多的東西 而且也包括了可建民之前的失言 大地真的是老天有眼等等的話 所以他特意挑了花蓮做第一站 為什麼 因為他想要籠絡住他們的綠營基本盤 之前民黨為了抗議在意黨的花東三法 老實講他是怎麼對待花蓮人的 他根本是犧牲花蓮人的權益 根本是把花蓮人當作次等公民來看待 為了政治操作 完全不在乎花蓮的利益 但問題是後來他可能看了一下數據 發現不對 賴清德選總統的時候 花蓮還有四萬多票啊 得票率還有兩成五啊 這不能夠浪費 所以他們就算再討厭富崑奇 再討厭花蓮 他們還特意的把第一站 放在花蓮來做選獎 這些動作我老講 不是為了花蓮的權益 為了還是民黨接下來的選票考量啊 不要忘記了接下來可能碰到是 立法委員補選 罷免罷免或者是補選等等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 2026年縣市首長選舉 對民進黨對綠營而言 每一天都在選舉 做任何事情都是為了勝選來做準備 而民眾的利益 根本就不在他考量之內 所以這一回宣講講得好聽 是為了宣傳國會改革的東西 包括法條讓民眾更清楚 講難聽一點就是為了 2026選舉做操兵而已 到各地找各地的民意代表 叫他們動員把人弄起來 就跟之前四大公投案一樣 所謂的一切都是為了選舉 所謂的一切都是民黨 為了個人私利而做的決定 跟國家跟民眾的健康 未來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快點購618狂歡年中慶 全場驚喜等你來拿 手機掛繩只有一條怎麼夠 Keep fighting超寬版 減壓手機掛繩熱銷款 Live活力放送款 百搭榮耀款期間限定 1加1超值優惠組 任兩條立刻減100元 讓你任何場合都能夠自由搭配 全場消費滿千就送白 最高回饋10%另外不限金額 消費就能夠以100元加購 還有中天文創經典商品 618狂歡節 一起來快點給我線上歡慶 享受絕佳的購物體驗吧